为什么叫它碧根果? 碧根果也叫长山核桃,美国山核桃,薄皮山核桃,也有长寿果之称。 原产北美洲中南部地区,是印第安人的常见食物之一。 碧根果的名称源于它的英文名Pacon的音译。 而英文名Pacon则来自于北美土著语言阿尔冠坤语Pacon。 碧根果是胡桃科山核桃属长山核桃的种子,如今是最受欢迎的坚果之一。 果树为大型桥木,能长到数十米高。 果实长椭圆形,外果皮很薄,成熟后会裂开。 里面的果核就是我们所吃的碧根果。 相比我们常吃的核桃,碧根果果仁的脂肪含量可以达到70%,而核桃只有约50%. 因而口感更加酥脆,味道也更香浓。 加上碧根果的果壳很薄,容易包开,可食率很高,所以深受欢迎。 碧根果主要产自北美和澳洲,国内长江下游地区也有栽培。 但市面上销售的碧根果,为了提升口感并有利于保存和运输,在加工过程中要添加许多糖与香精,加上本身油脂含量较高,所以不建议多吃。 而且由于加工后的碧根果容易开裂,也容易导致果仁氧化,吃的时候最好先看看有没有变质。 但总的来说,碧根果仍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优质坚果,只是千万别因为好吃停不下来哦。 关注果汁台,了解更多水果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